红色沙丘上飘起了细微 但肉眼可见的雪花 焦糖一样的沙漠上 就像是铺上了一层白色的奶泡 欧洲的一道高压 导致冷空气南下到北非的萨哈拉沙漠 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的爱因塞弗拉 有沙漠之门的称号 海拔一千公尺 周边被阿特拉斯山脉环绕 冷气团一报道 周日一早就开始下雪 罕见的白雪 降雪量约40公分 爱因塞弗拉7月平均高温37.6度 习惯火热天气的居民 遇上难得一见的下雪奇观 赶紧拍照留念 沙漠上的白雪地只是昙花一现 没多久 气温一上升到5.5度就全都融化了 这是萨哈拉沙漠37年来第四次下雪 萨哈拉沙漠曾经是土壤肥沃 是河人居住的地方 被称为非洲湿润旗 5500年前 湿度突然减少 原因 科学家还没有解答 大约新闻 许书妹编译 全都 conscious想的发험 当期之后 杨宾宾宾 感谢观看